它变化 清谁指挥呢 佛在经上讲 一切发从心相神 心相在指挥 心相善 这个心相是善的 心相悟 这个心相是悟的 一切发从心相神 那我们要希望我们自己的相貌好 身体健康 你多想想善的就好了 心态决定我们的相貌 决定我们的健康 心态不是别的 溜到什么来的 能生万发 溜到什么来的 溜到从执着来的 四圣法界从哪里来的 四圣法界上面是四圣法界 声闻研究菩萨佛从哪来的 从分别来的 果然不起心不动念的 四圣法界也没有 四圣法界就赢了 不行了 可是 你的无时无名习气未断 习气没办法放下 还没放下 所以还有一个十报 十报专业图 十报专业图怎么来的 四十一平无名习气 这个里头习气有后波不一样 所以佛把它分成四十一个等级 所以有四十一个等级 对你丝毫没有妨碍 为什么呢 你已经不起心不动念 那个无名 不要去理他 时间久了 自然就没有了 要多长的时间呢 经常讲的 三个二十七节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那就十报专业图 圆满献献了 就回归自信 真的究竟不过 这么回事情啊 总的搞清楚 搞明白 明白之后 你才真肯放下吗 不肯放下的原因是 事实真相没搞清楚 所以他有分别有支柱 这是很大的障碍啊 如果不真正放下了 那你这一生搞的是什么 佛学 不是学佛 学佛的人 这个搞佛学的人很多 真正学佛的人不多 学佛什么 学佛就是放下 我初学的时候 张家大师教给我 看得破 放得下 从哪里做起呢 从放下做起 你放得下了 你才真正能看得破 那看破的时候 又帮助你 再放下一层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到最后 你把无名习气都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这叫学佛 如果不是用看破放下 这个方法的话 那你是搞佛学 佛学跟学佛是两回四季 佛学不能了三世 不能出三界 念佛往生 还得要放下 这个世界上 由于丝毫留念 放不下的 你就不能往生 这世间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你能带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真正求往生的时候 此地一起 随时身心世界 一起放下 这才能去得了 最难放下的 就是亲情 这个东西难了 那要真干 真想在这一生 了生四处三界 那从哪里 先要把心 亲情淡化 淡化不是不孝父母 那你就就搞错了 你要把地磁规 感应片十三叶 真正落实 落实又不止住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外面做得非常周到 那是什么 外面做得非常周到 是普度众生 给世间人 做最好的朋友 那里面 清清净净 一尘不染 这是提升 你自己的灵性 那你每一天 跟极乐世界相应 跟阿弥陀佛相应 你看 出世法跟世间法 是一体 我出世代人 解雾 我的生活工作 给别人 没良养 世间人家 奇心动念 严余造作 完全随顺发信 这个重要 能力道德 都是信 得里头 自然流露 你要着相 着相叫修善 断窝修善 那不着相呢 不着相 你就成佛 成菩萨了 谁不着相 并没有理相 大家天天都看电视 你想想我这个比喻 荧光木根 里面现的色相 你尝尝想这个 它有没有理 不理不解 不解 屏幕是真的 永远不变 里面那个境界相 现的相 刹那刹那在变 它不会停的 变得速度多快呢 这个常识 现在人都有啊 我们形容它刹那刹那 不是一秒一秒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它真的变化 可是我们宇宙 就现的这个相 就像屏幕里面所现的 那这个速度多快呢 弥勒菩萨告诉我 一秒钟里头变化多少次 一千年百八十兆字 经文上的原文 是一坛纸 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一坛纸 里头有多少 三十二亿百千年 百千就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一弹纸里头 三百二十兆 那我们弹纸 我能弹四次 我相信还有比我弹的更快 那弹五次呢 那就一千六百兆 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 不是万分之一秒 是万分之一秒 不是啊 这在那里变化 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 前面灭了 后头他又生了 所以我们看这些现象 这现象是 四是什么 是相似相许相 他不是真的相许 相似相许 他变化 听谁指挥呢 佛在经上讲 一切法从心想神 心想在智慧 心想善 这个心想是善的 心想悟 这个心想是悟的 一切法从心想神 那我们要希望 我们自己的相貌好 身体健康 你多想想善的 就好了吧 心态 决定我们的相貌 决定我们的健康 心态 不是别的 我们居住这个环境 好坏啊 也是跟我们心态有关系 如果我们地球上的居民 每一个人都想 是善业道 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 就没有两样了 阿ә 阿ní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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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в 陶佛